有牛翔是一场的 年纪新鲜就这么多问题 一生让我停止被晕了 我提前报告出来了 昨天晚上出来的 有牛翔是一场的 昨晚上看到我腿发乱 有一翔还要去医院 经历不经厂 我要把这个把身份证带到 可惜 等一下我对象送我去医院 我现在早上饭都不敢吃 我怕医院时 医生说我要空腹 我现在不吃饭 如果 检查完了之后再吃早餐饭 吃饭 去上厕所快点 人家你个人在家 上厕所 快去快去 别睡了 快去 快点啊小兰虫 不要睡了 上厕所 我要拆 我明明是 认真看观察了的 现在出发去医院了 哎呦我脸上长了块痘痘了 这里也有痘痘 这里也有 难道是青春痘吗 出发了 又载波车 到医院了 我得想要去停车去了 我先去挂号 排队中 拿到号了 这时候躲一下吧 医院人还是挺多的 其实我现在心好紧张 不再发痘 小伙伴得 我要做会儿痘了 因为我得提点哈 请点图 行李不起 一紧张的话 他就 哎 说不出来 幸福心情 我的名字在上面 11号 我对象过来了 走嘛 医生开了个单子 让我去做那个什么 什么检查 我现在要去 报告出来了 然后我现在去找医生 刚刚 检查报告拿了 然后这是第二个检查报告 要做 围巾 还在拍照 走了 有点 小事 白色的片就搬去吃 其他颜色的就换做吃 放开进口 才能取调 日本的一定是 现在是 时间 不长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这么多问题 结果分别过云真的是不容易 我前几天不是去提前了 为了北云 然后昨天提前结果出来了 是双车路全郎中 人生还有结局 我打电话咨询了医生 有些人说我不用去过多干预 平时像平时保持良好的心态 生活作息规律 然后开心就行了 因为导致这些就是我情绪不稳定 然后缓劲啊 情绪压力过大 平时开心开心就行了 还有个是情侣不轻 我事实说平时一发生点大的事情 我就紧张 这个真的是有问题 这个还是要整个调节 也是作息啊 还有情绪啊 犯禁造成的 然后还有像是有没有螺旋干菌 这个医生就建议我去医院检查一下 然后我今天就去检查了 还好 还好结果还好 刚开始医生了 我去做一个估计实验 已经达到了39.9了 这个是确定为养性干的 然后医生又建议我去做个围巾 做出来之后 结果就是去交正场嘛 没得一场的 还好吗 一切正场 只是得了这个满行签标行围巾 然后开了点油锅 但是目前医生能够停止北云了 等把这个油吃完了 14天之后才开始吃也算北云 一切都是虚惊一场 这下我选择了新方向了 我腿也不乱了 以后我还是要做虚规律 情绪稳定 我一起检查那个副科 和副科也是一切正常 像子宫那些 就比较适合怀疑 所以现在我先把我这个围巾 先慢慢把它